大家好,我海涛法师 首先要祝各位端午节快乐 为什么要过端午节? 因为我们要孝顺父母跟家人团聚 我们要报恩超度祖先 我们更知道这个端午节做粽子 是因为要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因为他为国家跳河了 所以老百姓就做粽子 要喂鱼 为什么?希望他们不要去吃屈原的身体 那为什么要做龙船? 因为在龙船上面点击 希望他们找到屈原的身体 能够来去安葬他 所以他的动机就是一种爱、慈悲 所以对屈原也好,对鱼也好,都平等 对活的人也好,对往生者也好 比如父母祖先,我们都要超度他 所以现在你看有这么多 Go Vegan 过一个慈悲爱的节日 那当然我们不要制造痛苦啦 大家要吃素 而且你看,哇,做得这么好吃的粽子 妈妈所做的 为爱我们的人所做的 所以端午节不要忘记吃粽子的时候 要培养我们的慈悲种子哦 我们才可以圆满菩提的种子哦 希望大家发挥端午节这种意义 希望各位吃素食的粽子 身体健康 精神好 有爱心 爱家人 爱社会 爱世界 然后大家 让整个世界永远在端午节的爱里面 祝大家健康 充满爱的生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